水波 水波 好我们再继续 我把水波画完 这样子我们就再告一个段落 其他的部分我就 就不用再泼上来了 我想应该你们可以了解到 我主要的目的呢 是把冷暖 这个观念放在 水面里面去了解 水 它其实因为远近的关系 它会产生 它产生冷暖 尤其只是一个简单的波 像这样的简单的波 它也会产生冷暖 那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冷暖 放到我们的 画布上 来呈现微微的 空间的向后或向前 来我们开始做一些冷色的穿越 这是一个Cerrine Blue加白色 所以它其实是蛮冷的 就表示说这个水面上的反光 因为颜色呢 还没干 所以它就是湿里面呢 往湿的地方去穿越 好一次啊 就要记得回来补色彩 好 那你可以看到黄色的变成光韵了 那待会我们再补一个 画到再补回来 再补回黄色的光韵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水底部的一个 夕阳的反射光 但是它没有变成紫色 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两个颜料都比较干了 所以又看得到鼻触 还有部分呢 没有混合的色彩 但是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这个夕阳反射出来的光线 这个地方穿越越来越模糊 所以它的鼻触越来越消失 好这就是一个所谓光线穿越的一个要理 你要远的地方呢 就要有一致性的模糊的程度 不会有一块像这样的 那你就需要把鼻握轻一点 把它做成微微的波浪之类的 一稍微的比触 好像这个 我们刚才要说的要做出波浪 顺着它的暗面 好 你可以把它戴开 把这个颜色戴开以后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浪 它这个比较短一点 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 比较长的你就这样戴 好 基本上呢 我们只要再修饰一下暗面 就可以让这个水 它产生一个高度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Ultramarine加上 Terraceric 它就会产生一个暗面 好我想这一节结束以后 我们就大致上 我们待会再做一个 完成作品的一个分析 好那大概今天 我们的示范就到这里 我们的示范 好 各位如果有临摹的部分 你就一样 就是谁的照片 比如说 这个是Gregory Carmer 然后你就 就叫Reverend 要click一下 就说我是借用它的图片 所以就稍微提示一下 一样你们可以练习 练习永远是最重要的 画画里面最重要的一块 了解可能还是有限的 因为只有透过你的指尖 你对画颜料的感觉 才会真正的了解 好 我们下一节做结论分析的时候 我们再聊 我们现在 我不晓得大概 也大概是80分钟了 这个就是画后 画了以后的分析 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 色彩我们有一些改变 还不止一些 很大一片的改变 那明度也稍微加大了对比 光的部分 反射光的部分也增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天空的部分 我们增加了一个 穿越的光线 穿越的光线 这个穿越的光线 你可以比较出来 这是一个发散的光线 那我们这个 画出来的是一个穿越的光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面上 有一层薄薄的光 然后太阳的下半部 很锐利的Edge 所以它会产生了一个穿透的光 第二个呢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比较出来 对于这个水的反射光 反射光就是这一块 那因为我们用的明度的对比加大 然后我们点状了 反射光的颗粒也变比较锐利 所以Edge变强 除外呢 我们还加了一些厚度 所以Edge也变强 OK 那这个的比触呢 就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多一点 所以看到了光运 那实际上的照片呢 你可以看到它比较平一点 上面有气泡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是这样画 你可以看到那个海面灰灰的 很难表现出这个海面的这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处理呢 我们用的冷暖 你可以看到 Altramarine 跟Alison Cranston 在暗面里面呢 产生很强烈的一个补色的关系 然后一个蓝一个紫色 而紫色 然后因为黄色叠在上面 所以它的厚图呢 除了Edge以外 还有色彩的一个加分的效果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很立体的波浪 所以我们看出来 大概可以感觉出来 画的这种波浪呢 是比较大 比较远方的比较小 所以空间比较远一点点 而上面的照片呢 它的空间比较小一点 当然啦 我们如果纯粹用照片来复制的话 最好那就是跟照片一样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跟一台机器在竞争 而不是发挥我们 人所应该拥有的 这种创作的想法 所以我们尽量要把 我们的想法放进去 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想法 那么这个话呢 也就没有什么对话性 另外一个对色彩呢 色彩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 我们改变了非常多 明度也改变了 所以呢 这些的色彩呢 都是由我们的想法 我们放进去的 好比说天空的黄 跟最后面的蓝 再追到最靠近我们的紫色 天空的一个穿越呢 跟云层呢 你可以看到出来 我们产生一些远方 调状的光线的这种空间感 所以呢 感觉的空间呢 稍微远一点点 那就今天我们所画的 部分的画后的检讨 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试试看 我们能不能把它说得更短 更快一点 好 我们下次再见